新的拜登政府 他的国务卿布林肯定讲了 如果中国大陆伤害到台湾的民主的话 华府会跟盟邦一块向北京就责 话是这样讲 做得到吗 心里面真正的底线思维是什么呢 我们来看川普的时候 这是华尤的记者最近出书 当中有一段是川普回答 他们的参议员的时候 一段对话被quote出来 在这本书 《Chaos Under Heaven》当中的第64页 我记得郭元川普 我还记得耶稣 我们就直接看原文 大家就可以不要有一些错误上的翻译 他说台湾距离中国大陆只有两尺远 那如果我们是8000英里远 如果中国大陆真的开始侵犯的话 那我们什么事情都没办法做 我想请教一下 郭元你来看 其实这个是美国人 真正利益的底线思维吗 因为当这个布林肯讲这句话的时候 你就要想新的政府 他是这样讲 但是心里面真正的内心OS是什么 如何让人家相信拜登跟川普 最后美国人的思维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书是华游一个记者 那个Roggin最新书啦 那事实上跟波顿那个是一脉相承的啦 波顿也说 就是他的大桌子上面的那个 一支笔嘛 笔尖啊 小笔尖啊 我觉得这个就是川普的看法 他就认为说 台湾可以作为他那个前沿 要去激怒中国的旗子啊 可是真的发生严重的军事冲突 那天我们可以做 美国不要被卷入这样 那所以他可能卖给你武器啦 躲在后面支持你啦 可是他不会派兵进场嘛 都说现在美国两党对于中国大陆的思维 也基本上是一样的 对于台湾的做法 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那你怎么能够去相信现在拜登的布林肯讲说 台湾如果被伤害的话 他要就责 不就责不等于他要派兵介入啦 因为他是讲伤害民主啊 他不是说台海发生武力冲突啊 他们用词事实上都是很精准的 哪些话他可以 才死讲 讲得很大声 那哪些话他会比较谨慎讲 其实美国历来是一贯的啦 一贯 原理原则上当然是站在台湾这一边 特别我在这里也讲过了嘛 民主党特别重视民主自由人权 所以他如果放掉这一边的话就什么都没有 川普反而是跟你 讨论细项的经贸的划算不划算 但是民主党的话他是用这个活着的 自由民主人权 这个有没有伤感情啊 郭云 这个啊 你说对 美中吗 你说对川本啊 台湾的川粉啊 不其实波顿那个书那个时候就已经一次伤害了嘛 那只是说你一厢情愿这样相信他 那 其实你去看美国对新疆 请问川普做了什么 反而是拜登最近去 对那个新疆的官员的名单啊 还有相关的公司 不是列为制裁名单 不然川普做了什么 还有香港国安法 那川普除了制裁部分的官员之外 那请问他额外还做了什么 一厢情愿的相信美国啊 我相信日本人比台湾人还要更加的 好像没有其他的更多的 他就必须要相信美国 老师你来看因为菅义伟已经为了4月8号那个要去美国行 先打了疫苗 你这样才能够赶得上4月8号之前打第二剂 我请教你 他这一次去美国最大的用意跟你的关注点是什么 已经太慢了 现在就已经晚了 已经晚了 拜登已经就职一个多月了 各位如果还记得的话 安倍晋三到川普的海湖山庄是他连就职都还没有进去 不过当然状况不一样 因为现在有肺炎的问题 没有办法同日而已 拜登已经是接见第一个外国元首是留给他了 原来如此 所以也就是说 原来如此 所以也就是说 安倍不好意思 因为他可能赌希拉蕊会当选 但是也有办法马上行动 所以日本的外交官僚 每天都有对应不同的变化 有新的对应的方法 而回到菅义伟 菅义伟一般被认为跟安倍晋三比起来的话 他是外交上是弱的那一边 英文也没有办法好好讲 然后另外在当首相之前 几乎没有参与过外交事务 一直是对内的 对地方的比较专门一点点 所以必须透过这一次来进行补足 所以没有去其他地方 除了进行过一次东南亚的访问之外 再来就是到美国 这个当然是最重要的 希望有好的表现 不过一般认为要拉回他的民调 民调不容易啊 我跟您的看法一样 要整个拉上来并不容易 他这一趟的行动 希望能够帮自民党要在国会截战之前 拉起一点声势是有绝对的吗 不过自民党赢得选举 这是决定性的事情 赢多赢少 另外一个就是说 外交上是首相必须做的工作 即使他再不专门 再不愿意也非去不可 如此而已 而且日美关系 跟美国关系 对日本而言是最重要的 那我问一下 因为他既然要去的话 一定要比较一个 不管是成绩单或实质上的东西 不能够就是一个行程嘛 一个行程 布林肯已经走过行程了 那他会谈到什么东西出来呢 因为有人在关注说 你们接下来如果军事更加的极密的话 那是否陆基神盾要重新开始做部署 这些比较是有具有骨干性的肉的部分 这个太细节了 首先会讲的是 如何强化日美同盟 再来 说不定 这个可能性很高 再问一次钓鱼台 是不是在 日美安保的范围之后 就没有新的梗 就这样 一定一次一次的问 有时候我真的 也怀疑民进党的能力 民进党也可以做一样的事情 碰到美国人 不管层级高还是低 甚至碰到国会议员 没事都问他 你爱不爱我 就一直问就对了 对你这是白话 问说如果台湾发生什么事情 美国会不会做什么事情 一直问 具体一点 看他怎么回答 有一天就会说出来 那陈老师那基本上 菅义伟去跟拜登上会面 也就是这样子 没有太大关注的点吗 就是没有特别的点 好好的也许美国 要不要支持东奥 东京奥运 东京奥运好好的举办 美国要不要派选手来 差不多这一类的问题 另外一个更大的 首相讲大的事情 你刚刚讲的 比如说神盾的部署 已经到了大概 按信夫左右的层级 大层左右就可以 防卫大层级谈就可以了 没有错 所以讲大的事情 日美安保同盟等等 再来对抗共同的敌人会再讲一次 中国在东海南海的威胁 北朝鲜的核武问题 另外俄罗斯会不会讲到我不知道 但是也许也会提到 好我相信 刚刚陈老师提到一点 希望东京奥运美方还是要全力支持这件事情 应该在4月份会想要关注一个点 如果美国杯葛 我就不用请鸡牌了 美国不太可能会杯葛啦 对 只是看选手团到底是要派多大 配合的程度到什么程度 日本说真心 他这两年 你要说他国运不佳 看起来确实也是如此 多难去抽到一个办奥运的机会 然后现在拖了一年 然后现在还是没有办法可以完整的 现在目前的说法还是 基本上会办 但是没有观众 有观众是日本当地的观众 没有外国的游客 而且所有的场馆都要减半 有场馆大概都只能做一半的人 那上限也出现了2万这样一个数字 请教一下李老师 你来评估 当人透过一场奥运拉抬 国际日本的声势 甚至带来奥运财 是他们本来的想法 但现在如此 只能够日本自己的人去看 从经济战略上面来讲 他们损失大概多大 可以估算得出来吗 是 如果看历年的奥运 一般海外的观众占门票收入 应该是一到两成 那日本奥委会现在已经卖了一部分的票出去嘛 那这次因为怕这个奥运举办 疫情又再次延烧 他就做了这个调整 估算大概 我看到日本学者估算是在100亿日元上下 如果没有海外观众的入境 但是我 那其实好像比预期的稍微低一点点 对 但是现在有很多后面要收拾的 因为有些企业已经赞助了 然后包含 就是说他现在其实是个两个 他新手村的场馆的运用 对 很多 然后还有我就更麻烦 就是刚刚我提到那个论述 40年国运轮回的概念 这个在日本的高管执政阶层 可能是非常高的一个权重嘛 那这个重创的我想不是是经济的部分 而是整个日本的那种展现出好不好 克服疫情 然后迈向另外一个国运的高峰 在这里就被打击到了 就比较看的是这个 心理跟精神层次的部分 不过这一部分也有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他终究克服了万能 还是让他办 所以他有另外一种程度这样的 也展示他的一个坚毅的一个精神 当然啦 不过我如果回到我比较熟悉的股市 可以留意一点 2月15号日经已经创30年新高 那我认为这次跟前面不同 前面是土地的泡沫 这次确实在疫情复苏的期间 日本有些胜出的产业 它带动这个股市 所以我觉得如果奥运没有如日本原来 民间或官方上下预期 日经二无指数的上扬 跟日本尤其在半导体 景气循环这边它都算强项 再继续往下走 经济跟股市的复苏 也许有可能在弥补在 东澳上面这个议题的跌宕起伏 可以不要再说多一点 你说包括了股市 股市嘛 股市它反映一定是你的产业 那产业现在看起来有两块 一块就是日本一支很强的半导体部分 这很明显受惠 那另外一个景气循环概念 像我们现在这一波所看到 电子股里面一些上游的原物料 D-RAN什么驱动IC 基本上日本很强就是在这两块 景气循环概念跟半导体 也可以连起来 我刚才讲那个电子股 它是两个都有连起来 那这个它变成这波推升日本股市的主力 跟30年前涨到390型那一段是土地 那时候提议名变成全球首富 很不一样的结构 那另外一个就是 我看到日本的投资人结构也不同 前面也是一直扩张 然后融资 这次我看起来还蛮审慎的 所以如果2月15号日经创30年新高 它这个节奏还能够稳稳的往前走 冬奥就如刚刚说的 冬奥可能有一些跌宕起伏 但是这个经济跟股市 可能会成为今年 日本另外一个昂扬信心的 重要的一个管道跟来源 溢出效果了 而且那个东京 还有日本其他大城市的地产 这一波又稍微带起来一些 我回到这一次 布林肯跟那个奥斯汀 奥斯汀现在要去印度了 然后基本上这次的2加2 除了他们的对象点名了北京之外 另外在韩国关注的加点就是北韩 请教程老师 请教过远好了 布林肯他说这个 北韩他们已毒不回 你怎么看这个事情呢 是已毒不回 还有说平壤现在金允正出来讲 就只是讲说 你以后要睡得好 现在不要惹麻烦 这样的放话相对是 而且是四年内 对 这样的放话相对是调子比较软的 因为在过往美国 总统上任的话是要放飞弹的 就北韩来讲的话 还没发啦 还没发 表示不发啦 因为前任的民主党是奥巴马嘛 奥巴马是让他上任的那个礼拜他就发飞弹了 所以长期他们是跟民主党比较不好的啦 因为川普坦白说还跟亲生见了面 还写私人信件 对不对 我觉得北韩跟伊朗有点像 就说 就是这两三年来他们确实有一些进展 我讲的是军事上 就说他可能有一些军事技术已经有累积了 所以他调子就变硬了 他的意思就是说你如果不取消部分制裁 那我们不如不见 他的底气变得比较硬了 但是放话上面来讲用词反而就比较没那么 不因为他是针对美韩军演嘛 因为美韩军演摆明就是斩首演习嘛 那妹妹当然要帮哥哥讲点话嘛 因为他就针对金正恩的斩首啊 不你可能说他们有试图要接触金正恩 但是对方都没有做回复 异度不错 不因为金正恩已经讲很清楚了 就是你要取消部分制裁 否则我们不如不见 他立场是很硬啊 可是伊朗也是啊 伊朗最近美国也认为说 我们和协议可以来谈了吧 那伊朗就说你要取消部分制裁 我才要跟你谈啊 所以我觉得这里面都是底气比较稳的啦 底气当然 北洋还有另外一个底气是中国支持嘛 是 所以现在也不算试探阶段 因为他们已经底线思维清楚而明确 而且我觉得如果从国际政治角度啊 有点就是美国是打台湾牌当棋子啦 那中国也打北韩牌当棋子啊 那你用台湾来刺激我 我用北韩来刺激你啊